今天要講的是 營養和消化 就是營養和消化 Remember 為什麼我們上次有講到過 人類或是動物 是一個排放的 有 open system 基本上我們一直都不斷有 跟外界有能量貨值的交換 那今天這個營養和消化 結果上也是我們物質 人體跟外界物質的交換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是讓大家記得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麼東西 You look like a lot 所以你記得要 Keep your healthy diet 那先來講 這個肥肉怎麼辦 我們可以當阿宅 但是不要當肥仔 其實當肥仔 會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事 那來講一個 怎麼樣 可以從肥仔變成阿宅 那做一個手術叫做 Standard surgery 那我們先看 為什麼這種 這種手術會出現 那這是一些背景的統計資料 這個肥胖 obesity 在美國 基本上每三個成年人就一個 是obesity 那這個肥胖 不要說 這胖胖不好看而已 它其實會造成很多 很多的外性疾病 然後 估計跟肥胖相關 死瑜跟肥胖相關 得外性疾病 每年有超過30萬人 在美國 那在其他國際相對來說 肥胖的盛行率 也許沒那麼高 只是美食 當前很多時候 真的很難克制自己 想要去吃的變化 所以這個時候 這時候 就是拼命的吃了 我們後面會講到一些 eating disorder 很多人 等於後面會講到 那這個有很多時候 其實真的不是 只靠一肢力就可以控制的 那萬一 萬一已經 肥胖已經造成了 要怎麼辦 有些事項會造的 叫做 Astric Bypass Surgery 叫做胃大道手術 那這個其實還 蠻常見的 這場 公眾檢照 今天這個 肥胖 其實肥胖中間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標準 評量 這個BMI排於24 然後腰圍 女性大於80 男性大於90 這個基本上就可以 肥胖了 那萬一 萬一肥胖到一個 過分的程度 有一個手術 那有一個手術 是一個 是一種TREMENT 是一個治療的方式 治療肥胖這個疾病 這個叫胃藥道手術 那基本上 他會把 他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先把胃縫起來 然後縫的 只剩下 他看一顆雞蛋 那麼大 那空間 那你沒有空間 就融合 像食物 那此外消化 是因為作用的空間小 所以他消化的狀況 也會比較不好 那不消化 其實不會吸收 然後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就是突然把那個胃縫起來 縫著小小 像一根雞蛋以外 然後他還把這個 縫成小小的胃之後 直接跳過 用腸子 直接跳過一段的小腸龍 所以他來 BIPASS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MORE INTENSITY 就是要跳過第一段的小腸龍 所以他把這個胃 切一小塊起來 然後縫起來 這邊 這邊是把它縫起來的 然後這邊把它黏起來 縫成一個囊狀之後 再跟我們這個腸子 腸子相通 然後只有這個腸子 接到我們的小腸 跳過第一段小腸 本來正常的是這樣一直下來 那透過了 跳過了第一段小腸 第一段小腸 其實就是所謂十二指腸的部分 跳過這一段 然後這個食物呢 可以從食到下來之後 直接又進到 從進到這個小腸的後段 不過這邊他還是留著 這邊會這裡把它縫起來 然後這個 這個 我們這裡有一個肝膽腫管 那他基本上是肝臟 肝臟在後面 肝臟還有他的胺囊 他分泌出來的胆汁 那他分泌出來的胆汁存在胆囊 然後這個還有胰臟 這個肝胰腫管 都會注入他的消化液 都會注入小腸的前段 這個消化液是 裡面還有消化消除 其實對消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一段還是會流轉 這個消化液還是會透過這個 在這裡 那這個胃腫就鋒起來了 他的這個支持性的結構 本來是接著十道 現在是懸空在那裡 不過他還有 所以他有長性物的感受 幫助他固定 可是相對來說 他的 物理性支持 比以前是少很多 那這個前面胃這裡 已經被切掉了 所以他有一點像 handing around 就是懸在那裡 那這個你可以想見 他其實可能會有很多 很多不舒服的併發症 那藉由這個 第一個是 讓他能夠胃的容積變小 所以吃了東西 醫生不吃一點就好了 你就減少射食 再來第二件事就是 減少吸收 前面這一段 小腸 這段小腸吸收的部分 基本上就被pass掉了 就 bypass 掉了 就不會經過這一段 就減少吸收的可能性 所以透過這兩個方式 就能夠成功的減重 那基本上 90%的病人做了加持的手術 他大概都會很減重 不過還是有人不成功 然後要成功還有 他有兩個要素 第一個是 吃的不能像以前 那麼多那麼有了 那吃健康 Healthy的代物 不要吃健康的飲食 此外 減重沒有 第二個方法 就是少吃多動 真的還是要動 就是有禁藥出 要消耗掉 才有可能 才可能減重 那這是一種這個 這個 簡單 其實這種 就是這種肥胖的減治 那這種 因為這涉及到 手術 其實他是手術 他是清白性的 比較健康的減重方法 但是還是你就是少吃多動 那真的要到這個 手術去治療 他的 他其實是很小的手術 他大概 數過兩天 都會出院 只要傷口 但是他一定開刀一定有傷口 那現在也有 尤其那個 副腔鏡 那個開口就小小的 以前可能要開一個大口 把胃拿出來 補面補面再放回去 而且那副腔鏡 小小的都可以 微腸手術 都還蠻方便的 再來 那是肥胖真的不行 你已經變肥了 可以錯過手術症 不過手術一定有貢獻 所以 那個一定是要 非常病態的肥胖才有 然後再來 再來 我們要講 Animal Nutrition 動物他如果長大 要維持生活 他一定要有 環境中去得到營養 就是火繡耳動物 那根據 根據動物禁食的型態 這個Animal Diet 可以分成三種 第一種是 Hurberber Hurber基本上就是素食 素食動物 他們基本上只吃植物 是動物兩種吃素的 再來是Hurber Hurber Hurber 是指吃動物肉食性 所謂肉食性 Hurber 是 草食性 再來 Hurber Hurber 基本上都是雜食性 什麼都吃了 下面的Tail 這張譜 這張譜 這張譜就是顯示幾種 這三種動物禁食的型態 我們是草食的 比如說蝴蝶的幼蟲 然後從人家吃草 再來吃肉 只吃肉的 比如說海鳥 然後再來雜食的人類 什麼都吃呢 那這些吃下去的食物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能夠最後能夠讓我們來利用呢 那基本上 在人從吃到螃蟹出來 就總共有四個 stages 四個過測 第一個是 Ingestion Ingestion 基本上就是 Eating的意思 就是吃 攝食 或者是說 進食攝食 另外一個是 Digestion 是消耗 但是基本上 這個就是 把食物 Break down 然後分解成 小的 Small Nutrient Molecules 分解成小的 營養物質 然後最後 營養 分解成小 小到我們可以吸收之後 我們就要 absorption 就是吸收 把這些 營養物質 uptake起來 那 再 再 根據動物的 這個 Digestion 基本上 這個 吸收的這些 細胞 是不是 趁在消化道 基本上就是 I just get track 在消化道裡的細胞 然後 再來 最後 要排泄 is possible 就是 Illimination 把這些 小鼠 排泄 我們就把這些 我們沒有辦法 消化掉的東西 把它排泄掉 所以總共有四個步驟 一個 吃 消化 吸收 最後排泄 那 這個 injection 基本上 我們從小 還不會吃東西 BB只會喝 只會 drink 只會喝 那 後面會吃 長牙齒 八 八九個月 往八九個月 開始長牙 就開始練習 我們這個 吃東西 那這個 吃東西 這個 相對來說 是動物的本能 雖然 從小開始 要練習 但是這動物的本能 然後再來 吃完之後 要做消化 那我們 所以我們來看 吃相對來說 沒什麼特別要講 那所以我們再來看第二步驟就是 digestion 消化 那消化的話 基本上 牽涉到兩種 兩個方式 就是 mechanical digestion 它是物理性的 然後是機械神方 機械式的消化 基本上 把東西 變小塊 基本上把它變小塊 就是把它變小塊 變小塊的目的再也增加作用 有兩面肌 那 那你可 可以想像 這種把它變小塊 一定是一開始 這個 digestion 的第一步 第一步 變小塊之後的 chemical digestion 才有 才有效率 那 變小塊了之後 就可以 再來第二步驟就是 第二步驟就是 chemical digestion 那基本上 用digestive analyze 就用一些 酵素 進行化學作用 進行化學作用 所以它叫化學性的消化 進行化學作用之後 把食物真的 break down 變成小分數 那 機械性的消化 幫來 我們咀嚼 你食材一開始 先切小塊 這個其實就屬於 機械性的處理 但是它沒有消化 那你是在外面做 那到了嘴巴 吃進來之後 我們物理性的 這個處理 機械性的消化 就是用 比如說chillin 我們就去咀嚼 我們咀嚼 我們咀嚼包含有 撕裂咬斷 還有磨 我們有舊齒 可以來用 這些都屬於物理性的處理 然後再來 再來 這個消化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難道把它變成 小分子 moleculus smant enough for sales to our soul 就小分子 小到位吸收 只它是太大 沒有它有消化 就不會吸收 那就是肺乳膜 基本上就是 最後就是 會進行到 inimination 就是會被消除 就是排除 那也就是我們的 腹脫膜 我們的 邊邊裡面出現 這個大分子 或者是沒有辦法 把我們的消化酵素 沒有辦法 跟它情報全中 這些都會變成肺乳膜 那可以被消化了之後呢 變小了 就可以被我們吸收 吸收下來要幹嘛 那用 怎麼用 可能是把它代切掉 產生能量給我們使用 或者是 一些 一些 一些吸收進來的東西 我們說 你有一些 我們說了 這些 上瓶細胞 上瓶細胞 上瓶組織 它一天到晚在 圍繞 一天到晚在磨損 這都要新的來補 新的要有材料 那我們吃下來 這些東西 就可以被合成 re-tombined into new 這些東西 吃進來的東西 就提供這些 這些材料 讓我們新的細胞可以合成 新的物質可以合成 好 所以我們來看幾個 第一個 這個示意圖 開始我們先吃 比如說 起司 起司 對 披薩 披薩上面 起司 起司其實是一種 protein 它是 這個 滷製品 然後呢 它 被我們吃進去了之後呢 會被分解 被我們的 人類消化系統分解 就是起司 protein 被我們的消化系統分解成 aminoacid monomer 就是 單胺內的東西 單胺內的東西 之後呢 再繼續分解 變成aminoacid 變成胺基酸 那變成胺基酸 這種 小胺子肉質 就可以被吸收 那在人類來說 就是小腸來吸收 吸收完了之後 很重要的是 還要有辦法 送到別的地方 給別的細胞食用 如果沒有直接在小腸 直接不是小腸 有上體細胞 的話 基本上 它不會直接接觸 它這些消化過的營養物質 所以 必須有 transportation 這件事 那這些營養物質 就會在你的 血液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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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別的細胞去 然後最後 別的細胞可以使用 它可以去核酬新的 pates new human protein 可以用這些東西 所以大的變小的 小的之後吸收 吸收完了之後 還可以運送 運送完之後 再到可以被組裝的地方 去把它組裝出來 那 這些 不管 它的 過程 過程 用的是什麼種的 N9 什麼種的 霉酵素 消化霉 那基本上 它都是透過一個 所謂的 Hydrolysis Hydro是 Hydro 就是 古希臘文 它是 Hydro Hydro就是 水的意思 Water的意思 Lysis 是分解的意思 所以都是水解 這個 水解 不明實力 就是要有水存在的工具 那這些N9 跟水 然後這些 吃進來的物質 透過這些 化學反應 就可以 讓你們 就變成小 就變成小分子的東西 那這些 這些 這些吃進來的物質 放在水裡 它不會分解成 小物質 讓你們可以吸收 不然你就每天去泡水就好 那所以 它要有一個可以幫忙作用 或是主要的作用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N-line 就是酵素 N-line 所以 相外要有 還要有這些 酵素 N-line 那這是幾個 幾個食物 主要的 我們食物的營養成分 然後 它的分解完 最後的結果 有我們的私意圖 我想這大家應該很清楚 像 比如說 carbohydrate 就是所謂的 Hydrate 又來了 水 carbohydrate 是碳 所謂碳水化合物 那就是幫忙你們碳跟水 碳水化合物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糖類 那這個糖類 透過水解 N-line 水解之後 就會斷腱 斷了之後 就會產生 sugar 然後也有產生 這個糖類 多糖 它會分解成 六碳糖 一開始 水解完之後 變六碳糖 六碳糖 基本上 我們細胞就可以吸收利用 那再分解完之後 產生 水 液氧化碳 跟 能量 然後再來就是 partine 蛋白質 比如我們吃的肉類 這個基本上就是partine 那透過酵素的分解 那這邊這個例子是partine 是胃蛋白霉 那這個蛋 它叫蛋白霉 基本上就是分解蛋白質的 酵素的霉 那加水了之後 它會蛋轉換成 amiracid 最後要分解成胺基酸 再來 脂肪內的 脂肪內的 它有這個 脂質酵素 脂質酵素 那它把脂肪內分解成 甘油 它有一個甘油部分 然後再有一個vapic acid 脂肪酸 分解成甘油跟脂肪酸 就是fat 脂肪 它分解成小分子 脂肪 這三個就是 主要的 食物裡面的營養成分 然後它被分解的時候 得到的殘物 那所以 我們剛剛講過 這些 這些食物吃進來 讓你分解 分解完了之後 可以拿來用 那一個用的 同時又會合成 合成你一些 比如說這些amiracids 可以再回來合成 成蛋白質 然後蛋白質在過程裡 你身體所需要的合成 那這邊我要介紹一個病 黃牛病 黃牛病 之前吵得很 大概幾年前 吵得很兇 奶牛要不要進口 美國的牛肉 到底要不要開放進口 而且很恐怖的是 就是腦水啊 腦水啊 腦水啊 內臟 牛的內臟 那個原因是 黃牛病大發作 曾經大發作 我在美國 所以他們這些 牛肉裡面 尤其是那些 內臟 腦水啊等等 這些比較 牛要長的東西 最有可能是 通常有 黃牛病的這個 病因 我們叫做 服養 叫做蛋白 傳染性蛋白粒子 它是蛋白質的 小分子的蛋白質 那這種蛋白質 很特別 可是蛋白質 它不行 碧母毒 我們是細菌 我們要知道 它是所謂的蛋白粒子 那這種蛋白粒子 通常我們弄 去給它組一組 這個蛋白質 就會變色 就會變性 那這個 Crium 這個東西 就是傳染性蛋白粒子 很神奇 你給它燒 你給它燒 它有變性 然後你給它加化學物質 它不太會 不太會被break down 然後也不容易 用蛋白酵素分解 你要處理它 非常不是 不是容易的事 沒有它的處理 很難 它就維持在那 那恐怖的是 它就在 肉裡面 就在這些牛 或者是它的組織裡面 因為蛋白質到處都有 這種是它組成它的肉 或者是蛋白 有蛋白相關的 蛋白質相關的 這些組織 然後就在那裡 然後你吃進去之後 就含有這種東西 你吃進去之後 你也沒辦法把它分解 可是 要辦法把它分解 就是你 因為它不是一個蛋 它不是一個protein 它其實是protein的微粒子 所以這個是可以被我們 體細胞吸收的大小 它沒有到! 阿弥陀埃塞那么小 可是它大概是 猫的女儿 就是大概丹丹类的导物道 所以你还是可以吸收 那吸收的女儿拿去用 可是她是变性的 她的长相 长得跟我们可以用的丹丹类很像 但是她不是 不是真的 你可以用的那种丹丹类 所以她叫做什么事 她为什么叫狂牛症 一开始就是这个牛 她发现开始会 会突然 突然就发狂 到处跑到处 到处冲撞这样子 然后先是容易被羁慕 所以叫做狂牛 然后之后就变得行动困难虚弱 然后就死亡 那这些牛被感染 那到底是怎么了 后来这些死掉的狂牛 结果了之后发现说 那个大脑 他们的大脑都有萎缩的现象 然后还有大脑的大量的 大量的神经细胞死亡 那这个认为这个 这个结果的结果发现 可能是因为这一个 Pryon Pryon就是这个传染性蛋白 粒子有关系 它是变性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 维持正常功能 但是它又长在那里 你也没有办法代谢掉 然后最后就大脑就萎缩 然后大脑萎缩了之后 它很多行为就没办法控制了 所以就最后就变狂牛 这个久了之后就会一旦发病 我这个牛在几个星期内就会死亡 因为这造成它大脑的症状 都坏掉了 然后最后就会死亡 那又回到为什么要讲这种 因为它很恐怖 它是烧也烧不坏 你用化学处理也不容易把它跟解掉 所以最好的避免方式就是 毒要吃到不要吃到 那这个黄牙病 我们一开始在 其实是在羊发现的 那时候羊烧症 然后呢就是这些羊也是死掉了 那羊也是死掉 结果呢这个默牙人 我就觉得很可惜 这个羊 羊烧症是羊就开始一直抓羊 然后一直到处乱跑 也是狂奔这样子 然后也是 结果也是发病很快会死掉 然后默牙人觉得很可惜 这些羊死掉很可惜 就把它处理完之后当成饰料 拿去喂牛 我们都知道牛其实是 就是吃草的 也是素食性潮湿的 就竟然一吃到肉 才会感染到这种黄牛症 然后这个黄牛症就在牛 这个牛有问题的牛 问题牛要被人吃掉 万一我牛排要习惯七分熟五分熟 吃软的 结果这个 这个 这一个羊肉就在那里 如果他有的话 就在那里 你也看不出来 因为他就长得跟蛋白子很像 你也看不出来 你的细胞也认不出来 就吃下去 然后到脑袋去 就会发生 负心似症 贾负心似症 负心 几十一首 那这个基本上 他会造成认知障碍 人类的认知障碍精神疾病 然后会有幻觉 然后最后会走路不稳 行动困难 然后变成痴呆 然后最后还是会死亡 而且当冠犯者 只会在一年内死亡 所以其实孔牛症是恐怖的 所以 而且呢 这个目前孔牛症是没有 只有你人知道了 是没有药医的 所以只能运到 那是为什么之前炒得这么严重 还有骨髓 内脏 这些都很容易 最容易留存到这些变性蛋白质 最有可能有变性蛋白质 牛羊其实都有 但是我们人 网友吃牛相对是比较多 不过现在孔牛症 是不是已经 细时就是消失了 已经很少灵芯的病毒 好 然后再来我们来讲这个消化的处理 第一个我们先讲 功力善其事 一些力气气 消化在哪里发生 所以大部分的动物 他们都会有 digestive compartments 这个就是 特殊特化出来的 一些消化的一个空间 那 那这个方式可以让他们 这些动物消化这些食物 都不会消化掉他自己 比如说我们的胃 里面有胃蛋白质 这个东西 他主要是消化蛋白质 我们的胃也是蛋白质做的 为什么会把它自己消化掉 好 那食物跟动物什么 动物根据他的长相 就是他的size 他们基本上用不同的这个 digestion compartments 那在那种小的小的小小的 非常小的 比如说单细胞生物 那他们基本上用的是 intracelular的opinels 就是所谓的胞性 那就是小泡小微泡 那基本上是最最小的这种 digestion compartments 就是最小的消化氧器 最体是最简单的 那他用的就是小 所谓的food 食物泡 那他是比细胞层起来 小的食物泡 那这个通常是sponges sponges 那个海绵 海绵生物 就用这种方式去做消化的 恐怕种种 然后再来是 astrovasculia cavities 那就是所谓的泄质腔 那这这个 这些泄质腔 他基本上就有 这个compartment 是有很多cells 很多细胞 去围成一个囊 那他只有一个开口 然后最后是digestive tubes digestive tubes 基本上就有两个开口 他会有一个静 一个粗 静的就是mouse 那粗的就是anus 就是肛门 这是图抹 第一个是 gastrovasculia cavity 那种泄尘腔的 譬如说这种水型 hydro 这种水型动物 他基本上只有一个开口 那是静 然后就在这里消化 那这个这个腔 这个消化腔 基本上有很多很多的 细胞 就是上皮细胞过程 然后消化完之后 就有上皮细胞 就把吸收 把营养的成分吸收起来 然后之后有残渣 同样的开口开泄 那另外一种是digestive check 就是消化道 或者加上 alimentary canal 这两个同一字 就是消化道 那就是有mouse 有那个 就刚好可以吃进来 然后呢 在这边进行消化吸收 最后把这个 无法消化吸收呢 就是透过annus排泄的 所以它会有帮忙 但是这个 比如说蚯蚓 就是这种 好 所以 再来 这些动物的 我们介绍完 我们来看人类 人类的话 基本上是 就是有digestive tube 就是除了这个消化道 digestive check 这些消化道以外 还会有这些 accessory 就是organs 一些附属的消化器官 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化学性的消化 那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非常好 就是我们消化道的部分 在这一边 红字都是消化道的部分 然后再来这些附属的器官 好 那我们先来看消化道的部分 包含有我们的mouse 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舌头 然后再来pollars 我们的猴 然后再来ecephicus 我们死到 死到下来 死到下来之后呢 在后面这里有胃 进来就是我们的胃 这叫胃大湾 胃小湾 这边叫胃 胃 胃之后呢 有个转弯一点点 小湾 进来小湾 然后这边肝脏 跟golbert的胆囊 还有胃脏 pancris 在这里 他们会有一个管子 注入这里 这里胃下来 跟小湾间 比方是蛇死肠 这里 这里 这里会有这些 部属器官 分泌的 人生消化 一进来 然后再来小湾 这里绕绕绕 绕绕绕 绕绕绕绕 是为了增加它作用的时间 还有作用表面积 没有 那就会可以进行 同时进行消化跟吸收 之后 就是走之后 我们从这里进入大肠 这种比较口容 然后这个大肠 一开始是往上 升结肠 就叫升结肠 横结肠 就是横断的横 然后再来降结肠 这个ascending transverse descending column 然后再来是一个mointer 这一个比重结肠 这个下来之后转弯 转一个弯 叫比重结肠 之后再到 直肠 先直肠 repton 是直肠 然后最后就是大肠 小肠叫small intensity 大肠叫做lucky intensity 或者是colon 都可以 然后这个大肠这边 有一端 因为这边是盲的 我们这边看 这边是没有开口的 小肠口 小肠从这边注入 这个消化碗 东西注入这里 然后他要往上 这个大肠上面的 停滑机收缩 你这个 这个 就一直 配合 就一直往上走 然后就这边吸收水分 这里是一个没有开口的 所以 然后这里有一小 一小块 一小块 多余组织 我们叫appendase 所谓的盲肠 盲肠 或叫兰若 那以前 以前都认为盲肠 是没有用的 然后就可以把它割掉 没关系 因为超常大点 那现在发现说 盲肠 是很重要的 储存细菌的地板物 没错 它就是有细菌的 在发炎 那它储存细菌了之后 就是益生菌 也包括 完全消化一些 纤维植的部分 但是如果长太多坏菌 那它有灭发炎 因为它是没有太重 它只有 就是单于一个 完全没有 只有硬没有奥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来这些副手器官 我们上面 我没讲到 就是我们的 salivary 就是那个 拖曳性 拖曳性 它以前也会分泌 这个消化 糖类的这个链 钉粉链 所以这边是 消化管的 消化道的 这些部分 不同部分 那其实就是一条管子 所以说一条肠子通道底 这是对的 就人类来说是对的 就是真的一条 从嘴巴 直接到这个 这是通的 一条 只有一个 1 in 1 out 然后再来这个 还有这些 附属的 附属的 这些消化器官 好 那嘴巴 嘴巴大概 没什么 没什么 很特别 我们也讲的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们 吃东西的路头 那 那 它就是我们 消化育 最开始的 第一段 那在这边 它也会进行初步的 mechanical 的这个 digestion 就是 机械性的消化 我们透过牙齿 牙齿的时候 我们 附属一些附属的 器官 那人类的牙齿 乳牙 小时候有二十颗 他会五六岁 会换掉 然后之后就变成 三十六颗的 横齿 横齿 人类 好 那这个我想这个是 老生常躺 所以我们 比较重要的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脱异腺的开口 在这边 那里的 下门齿 后面 脱异腺的开口 再来 法蜿 法蜿是 喉 喉 喉不容 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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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飞烟团就把我们的气道盖起来 check it 那一边盖起来 然后呢 时候就会走这个食道 那当我们没有要吞东西 没有要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这个就会 这个飞烟就会 一个galitis 就是飞烟 这个就会上去 然后呢 你就可以气 气底就可以进check it 所以我们来看这图 not just worrying 我们没有在吃东西 就是要呼吸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们 还没有到吞的时候 我食物球在这里 那这个会烟是up 就是lift 就是抬起来 那我的气体可以进入 我的气体就可以进入这个trachea 那个气管 然后呢 再同时啊 除了这个机械性的打开以外 我这食道的这个分时 这个所谓的破约金融 它是收缩起来 就是把食道管起来的 所以气体 但是它没有 它不是紧密的 很紧很紧的 它没有说很紧很紧 所以气体还是有部分 会往这边走 就多了 这边的压力比较小 所以会往这边走 那等到要吃东西 东西来了之后 要吞 这个灰烟 就会盖下来 那盖下来的时候 你男生 男生就看得特别清楚 吞东西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 adness apple 猴姐 就开始动 因为男生这个骨头特化 那会应该过来之后 你会看到它凸起 然后食物再走后面的 这个食道下去 然后等到下去了之后呢 当它食物的吞烟 除了重力以外 还有很重要的是 食道的这个破约金会收缩 食物压下去 因为它分解 把食物压下去 那这个食道破约关起来之后 灰烟才会举起来 我们要等继续呼吸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了 然后 礼拜五再继续 对吧